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两会期间的一件事 让很多人都感到相当的吃惊 这就是现在中国极端民粹主义的代表 被称之为大五毛的80后网红周小平 突然入选了全国政协委员 当然这让人感到非常吃惊了 因为周小平的言论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 很极端的民粹主义言论 在网上倒是有不少支持者 也一度被北京看成是对他们有利的网络言论 在2014年的时候 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 网信办主任卢伟 推荐周小平作为特约代表 参加了在2014年10月15号 习近平模仿毛泽东召开的一个 中央文艺座谈会 并且据说还获得了习近平的会见 后来网信办主任卢伟被反贪落马 周小平也受到牵连 一度曾经失势 在2018年4月辞去了 四川省的网络作家协会主席一职 那么这一次周小平为什么能够 闲待于翻身复出呢 这个原因放在后面再说 先看一下周小平的极端民粹主义主张 这次周小平入宣全国政协委员之后 提出一个名叫台湾省分裂势力人物黑名单 惩戒令的提案 要对支持台独的人实施极端的制裁 周小平在提案中这样说 若这些人执迷不误 持续制造分裂引发两岸冲突 那么在我们展开对台特别行动期间 任何人都可以将其逮捕或击毙 不仅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还能获得处境统一荣誉勋章 周小平这样的极端提案 被台湾网民批判为宣扬恐怖主义 而在中国大陆也得到不少极端网民的拍手叫好 按照北京过去的一贯做法 周小平这样的极端民粹主义分子 北京只是利用 但不奖励也不重用 比如原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 就是经常宣扬极端民粹主义的主张 北京对胡锡进就只是利用 但没有对他奖励重用 最近十几年胡锡进都没有升过关 一直就是停步在环球时报主编的职务上 最近还是被退休了 所以北京过去对周小平这样的极端主义分子 他们的态度也就是一个利用一下 利用他们 但是不奖励不重用他们 而这一次周小平却出人意料之外 入选了全国政协委员 这肯定是得到了习近平本人的清点 如果没有习近平的清点 一般人一般的官员肯定不敢选周小平这样的极端人物去当全国政协代表 因为一旦周小平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那么他的这些极端主义的发言就不是他个人的发言了 就是代表了全国政协了 所以一般官员他是不敢推荐周小平这样的很极端的人物去进全国政协 所以他们也是怕 如果是万一你要推荐他进去 周小平干出什么胆大妄为的极端言论来 自己有可能就要被牵连进去 给自己惹麻烦 所以这一次周小平这样的极端主义分子能够进入全国政协 能够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肯定是习近平本人清点的 别人是不敢的 那么为什么周小平会得到习近平的清点呢 这就要说到去年6月周小平的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 实名气血建议国家成立意识形态局 专门主持意识形态工作 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周小平在这篇文章中这样说 大家好 我是中央文艺座谈会参加代表之一 我曾担任12届全清委员兼文艺界副秘书长 中华文化发展出行会理事 以及地方政协常务委员 这8年来一直不忘嘱托 奋战在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 不论是遭遇外媒带头的侮辱谩骂时 还是在不被理解的风口浪尖时 又或者是受到广大网友千万点赞支持时 我始终都荣辱不惊 专注网络舆论和意识形态 扪心自问 无愧于天地 不管我们相信不相信 苏联的尸体就躺在那里 等待着我们去研究 不管我们相信不相信 美国对苏联使用过的文化颠覆手段 今天都在成百倍千倍的 施加在我们身上和头上 如果我们拿不出12万分的决心和勇气 以及立即组织研究防御和反击 恐怕就只能重蹈覆辙 当前西方掀起的斗争已经非常激烈 我们已经没有再继续等待的时间了 我们需要一道意识形态的防火墙 我们需要将那些触目惊心的问题 这些令人惊讶的问题 这些悬有人管 更悬有人懂的问题 全部集中起来 不能再把流量 舞台和重要的文教宣内容 承载平台 交给西方精心栽培的人 而要把红线交给一心为国为民的人 为此我气血建议国家成立意识形态管理局 这个局必须干部年轻化 必须是在过去舆论和意识形态斗争中 久经讨厌的干部 必须是对互联网了如指掌的干部 必须是对互联网认识深刻的年轻人 他们从哪里找很好找 从人民领袖的批示里去找吧 人民领袖说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这句话无论什么时候听来 都是令人震撼和敬仰 周小平的这篇文章 在中国网络上曾经热传一时 周小平在这篇文章里 一方面大力鼓吹 西方亡我之心不死 这样的极端民主主义论调 另一方面又肉麻的吹捧 习近平是人民领袖 习近平看到周小平这篇文章 当然觉得很重他的意 所以就破格提拔周小平为全国政协委员 另外一些中国的极端民粹主义分子 比如说原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 他们只会宣扬极端民粹主义 而不会在宣扬极端民粹主义的同时 吹捧人民领袖习近平 如果胡锡进也像周小平一样 每天把人民领袖挂在嘴边 恐怕胡锡进早就当上中宣部副部长了 现在习近平重用周小平 清点他为全国政协委员 这就说明习近平的宣传思想又变了 要开始宣传极端民粹主义了 习近平对宣传的重视 是远远超过邓小平 江泽民和胡锦涛 直逼毛泽东 但毛泽东宣传的东西 都是立场分明的马克思主义那一套 什么阶级斗争啊 无产阶级专政之类的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 基本上是持批评态度 称之为封建主义的糟粕 特别是批判孔子彻底否定 孔孟之道的儒家学说 习近平重视宣传呢 却看不出他有一个什么明确的立场观点 习近平一会儿要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 一会儿又要宣扬孔子的儒家思想 那么现在习近平又要开始宣扬这个极端民粹主义了 在过去呢 北京对中国的极端民粹主义呢 它有利用的一面 也有恐惧的一面 因为极端民粹主义反对一切北京对外国的妥协推让 包括习近平对外国的妥协推让 比如在2018年到2019年的中美贸易战期间 在2019年2月 当时中国网上热传一张 当年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谈判辛丑条约的照片 还有跟2019年1月刘鹤和美国总统川普在白空会 就是会见的这个照片的一个组合对比 在这个组合照片底下是一个疑问 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谈判不能像李鸿章那样 常说面对面对谈 而非要川普坐在高处 我们坐在下面 为什么 中国著名的极端民粹主义分子 北大教授孔庆东回答说 因为李鸿章毕竟还算个文化人 即使签订丧权辱国条约 鬼子也起码给他一点个人尊严 不把他当成一条狗 孔庆东这是不点名的骂刘鹤是一条狗 也就是他不满意北京对美国的妥协推让 这就是典型的民粹主义 但是孔庆东胡锡进这样的极端民粹主义分子 他是一根筋的单纯的民粹主义 他不懂得要用这个民粹主义来替人民领袖分忧解难 而周小平他就聪明多了 他表面上是宣扬这个极端民粹主义 实际上他是要为习近平来分忧解难 在习近平需要极端民粹主义的时候 周小平就是最极端的民粹主义分子 在习近平不需要民粹主义的时候 周小平就可以马上转身来痛斥各种各样的民粹主义 因此周小平正是习近平急需的那种脑筋会转弯的极端民粹主义分子 这就是周小平能够一举串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背后的原因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